我们现在介绍电磁波的第二章 平面电磁波正式的介绍电磁波 我们介绍的项目总共有这么多项 我们就不看这个了 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进行 我们在电磁学的最后 我们提到Maxwell Equations 就是麦克思韦的方程组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缺陷补足了 就是把这个缺陷改过来了以后 他的封城组 这个是高斯定律 这是积分式 磁场的高斯定律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这个就是安培跟Maxwell定律 这个我们在电磁学最后都讲过 希望这些柿子在各位看到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它的物理意义 不是看到一个一个符号 一个一个符号 你不晓得它代表什么东西 那这一组方程式对你来说就没有用 如果你还不清楚 你赶快回去再把电磁学复习完了 再复习一遍 再来看这个 我们不在乎你学习的快卖 就是在乎你是不是真的懂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唯一分式呢 是这四个 资产高斯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安培及Maxwell定律 这一套 那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里头 当初有了这个以后 Maxwell就从这个里面 导出了所谓的电磁波 就说这个光它是一种电磁波 是一种电磁波 就是电跟磁互相感应 会形成一种波 它这个波到后来 隔了相当久 才被另一个科学家 把它证实了 我们这样的等等我们会提到 首先我们就看 无电磁的空间 这个空间没有电磁 Row等于零 它的非均匀电磁波方程 无电磁的空间 就代表它的电磁密度是零 因此呢 Diverging E 我们本来写 这个我要提醒各位 高斯定律 它可以写成很多种形状 但是你必须要 不管你写成什么形状 我都认识你 我都认识你 就好像我们 中国金剧里面有些 这个谢平贵 他好像是18年还是28年 跟太太没看过 没见过一面 他太太说 你就是磨成灰我都看得到 都认识你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高斯定律本来是 Diverging E等于Row over Epsilon Zero 我们呢 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它可以化妆成各式各样的 你要真的懂Maxwell Equations 你不管它怎么化妆 我一眼就认出你来 这样子 OK 假如Row等于0的话呢 那么高斯定律就变成这样子了 Diverging E等于0 那么于是它的Maxwell Equation 在没有电和密度的这个状况之下 它就变成这一套 你看这个有时候我们写成H 有时候写成B 写成H通常都是在磁性物质里面 一定要知道这个没有关系 你怎么写我都知道 现在这个变成0了 就变成这个 2的1到4式 就变成2 5到8式 我们把这个第7式 两端取它的旋度 第7式就是 法拉第定律 Curl E等于负的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我两端都取它的旋度 那这个旋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这是对时间为分 这个是对空间为分 哪个先哪个后没关系 这个本来是 先对时间为分 再对空间为分 那我们可以先对空间为分 再对时间为分 然后再把 Curl B 就是安培 跟Maxual Equation 带进去 变成这个样子 于是 我们现在 Curl of Curl E 它就变成什么呢 你把这个为分一下 就变成μ0 Epsilon 0 这个提出来 这个电场 Partial T 再来一次Partial T 就是Partial平方 T 要等于这个 这个符号拿过来 这个还留在这边 就是μ0 Partial J over Partial T 我们再把第八式 两端取旋度 第八式就是Curl B 等于这个 这是安培跟法拉第定律 安培跟Maxual Equation 这个 取旋度 这个就是 这样子 那这个呢 我们还是把空间 先对 电场 运作 这个Operator 对电场运作 它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说这个 再把 法拉第定律 带进去 Curl E等于这个 于是这个就变成 这一下 这个就是这一下 这个就变成Partial平方 T B over Partial T平方 那么 所以呢 这个式子就变成 这个 Curl of Curl B 把这个拿过来 加上这个 要等于这一下 就变成 就是说七八两式 两端都取旋度的话 我们就画成九跟十 两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看 没有电荷的空间 就还是Rode A 它就均匀电磁波 它就均匀电磁波 均匀电磁波 因为Curl E 它跟我们根据这个向量 很等式 它可以写成这个 而Rode等于零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零 所以这个就最后变成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Divergent B等于零 所以这一项就变成 负的 La Placian B 好 将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带到前面这个 前面这两个式子 左端部都是这个 有这个吗 把它带进去 就是带到这里去 这个用这个带 这个用这个带 它就变成这个式子 以及这个式子 你看这个式子 全部是1 这里全部是B OK 我们倒出这两个了 这两个式子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没有电荷空间的 非其次电磁波方程 若空间没有电荷 也没有电流 这里应该有一个据点 若空间没有电荷 也没有电流密度 Rode等于零 还有J也等于零的话 那这边也是零了 那么这样的空间 又没有电荷 又没有电流密度 没有电荷密度 没有电流密度 我们称它叫做 Empty Space 就是一无所有的空间 什么都没有 或者叫做Free Space 有的时候翻成自由空间 于是这两个式子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就变成其次 你有了这两个 就是非其次 没有这两个 这就变成其次 以上二是成为真空空间 就是Free Space 的其次方程 Homogeneous Vector Wave Equations For Charged Free Space 现在我们先看简单的 没有电荷密度 也没有电流密度 于是电荷跟磁场 可以化成这两个方程式 好 现在我们看 实斜形态电磁波方程 电磁波函数是电荷跟H厂 的实斜形态电磁波方程 我们前面写的Sine Cosine那个 都是实斜形态的 我们假设 这个时候这个电荷 我们假设成这个 这个是项量 上一次我们只是讲 它的expansion 只有X分量 这次我们三个项量都有 这就变成项量 有了这个就是空间部分 有了这个就代表空间部分的 电场的空间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 好 我们就把假定电场 H厂是这个样子的话 一向量跟B向量 是空间的复数函数 空间只有复数的 只有空间的坐标在里面 仅与空间的坐标有关 将以上两个式子 带入真空之旗次 电磁波方程 把这两个带到这里来 都是real 带到这里来 你看这个得什么 这个用real带 它就变成real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real 一 real 里头 是这个 剪掉 这个也是一样 real 一 称上 因为它是对时间微分 我们可以把空间函数提出来 只微分它的时间部分 那这个我们就得 因为这个也只是对空间微分 我们把exponential j omega t 之方 提到这个operator的前面 这个地方已经把它提出来了 这个微分两次 就是负 j平方是负一 负omega平方 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式子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把real 拿出来 括弧里头 就变成这个 加上 这个沉进去好了 因为它是real 沉进去 好 因为这个式子等于零 所以 这个就是零 ok 好 这个式子就化成什么样呢 原来我们是用电场的 整个电场的时数 harmonic form 现在这变成什么 变成只有空间部分 只有空间部分 只含有空间的 坐标 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先把这个搞清楚 这个是代表有时间 又有空间 这个代表只有空间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带到 另外一个方程里头去 带到这个里头去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 你看这个 现在是什么式子呢 它是 复苏的空间形态 复苏的空间形态 这样的式子跟这样的式子 二式是 自由空间 电磁波 复苏形态的坡方程 复苏形态的坡方程 如果只有一 没有这个帽子 那是 就是电磁波的方程 这个只有复苏 只有复苏 OK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十些形态的 Maxual Equation 方程度 它又要化妆了 当电场跟磁场 是十些形态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刚刚说过 可以化成这个 对不对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子 对不对 好 从以上的结果 以上的结果 你看 这个可以变成这个 这个变成这个 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把partial of partial t 把它看成是一个算符 一个operator 这个operator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 就是说它作用在某一个函数上面 就等于这个函数 乘上这个 一样 等于这个函数乘上J Omega 一样 好 那么 就好像这样 你看 partial over partial t 运作在电场上面 它就好像是J Omega 后面这个电场 因为这是复数形态了 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好 再平方一次呢 好 再来一次 这个再对 t 做一个partial derivative 就再乘一个 负界Omega 再乘上一个 那它就变成 Omega平方 μ0 ε0 就是说 你再 就是等于这个地方 再乘一次 再乘一次 它就这个 这个狮子 就变成 好像这个狮子 就变成 这个狮子 这里好像少了一个符号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符号 这是J 这里 这里有个符号 这也是一样 你看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作用在b上面 是J Omega 再做一次 partial derivative 这就是负的 它就变成负的 负负才会得正 这个 这个少了一个负号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Mexual Equation 画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 你看 本来这个是实数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把它画成 负数形态 负数形态 这个 本来这个空间的Row 无所谓 虚数 跟实数 但是如果说 这个Row 也随着时间变化的话 那么 就是说 它也在变化 那么它 也要戴一个帽子 就代表它 也是一个复数 这个 没有变 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 partial over partial t 变成j omega b 这个 我们就把 partial over partial t 变成j omega d 这个是 Mexual Equation Mexual Equation 它的这个 空间部分 这等于只有空间部分 以后我们就先算空间部分 空间部分把 b算出来 把e算出来 我们乘算 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方 取实数就是 就是真正我们的电场 以上这一组 大家不但要认识它 而且 要 用得很熟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 平面电磁波 电磁波本来就是电磁波 怎么叫做平面电磁波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 简单其简 简单其简 我们把 均匀的电磁波 它本来是四面八方都 都在传播的 我们假定 这个波已经穿到无限远 波面已经变成平面了 因为你球半径变成无限大的话 波面就是平面 而且这个波面呢 我们假定它是垂直于z轴 所以我们可以用 z等于常数 来表示这个平面 z等于常数表示这个平面 假设这个波是向z方向进行 所以电磁波的向量呢 仅仅只与z轴有关 跟xy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坡面 什么叫坡面 就是这个坡上面 这个坡函数 处处都一样 在任何一个位置 任何一个时刻 它的坡面 通通一模一样 所以它在z的时候 整个面就是 z等于常数这个面 你不管你的x在哪里 y在哪里 迫害数都一样 不过z改变的话呢 这迫害数就改变了 不过你变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地方 xy 不管你等于什么值 都保持一定 这个叫做平面波 电场的向量 我们可以学成这个 这就是它的facial facial它有一个amplitude amplitude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粗向角 磁场的向量 可以学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13跟14 两个式可以写成这个形态 我们现在只看这个 其他方向有 不是没有这个坡 我们不看 我们就看这个方向的坡 所以这个方向的坡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坡 叫做朝z方向 方向传播的平面电磁坡 它的向量是 facial form 这是复苏 是这个样子的 好 由Maxwell方程组得知 我们要解这个坡 你这个坡 电场是什么 磁场是什么 你要解二次微分方程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二次线性微分方程 这个解 我们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你看这两个形态都一样 你解这个 电场解出来了 你解磁场不是再解一次吗 这两个应该都一样 我们说 这两个形态是一样 但是他们的结果 B场跟E场 要满足法拉第定律 以及 Ampere Maxwell Equation 这两个结果 必须要满足 Maxwell Equation才可以 如果要满足这两个 Equation的话 我们看看Curl 1 Curl 1等于这个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Curl 1我们写成直角坐标的 行列式 这个是电场的 它是向量 这里就没有向量了 这里就没有向量了 这里是XYZ 但是它还是复苏我 你就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 等等我们会把它展开 这个要等于什么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右边我们就把B场 写成三个分量 写成三个分量 左端要等于右端 好 那我们把这个展开 左边展开 它有三个分量 这三个分量 X分量要跟这个分量相等 因为两个分量相等 它的对应的一个component 一定要相等 X component跟X component相等 Y component跟Y component相等 Z component跟Z component相等 好 我们把这个展开 把这个展开 X X就是这个 这个你看这是零了 因为这里头没有Y 没有Y 还有哪一个有 X就是这个 这是对于负的 partialZ partialY over partialZ partialEY over partialZ 这个Z可以存在 因为里头有Z 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X分量 要等于这个分量 负的这个分量 好 然后我们看 Y分量也是一样 Y分量有这个 Y分量有这个 乘上这个 Z是零 Z是零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或者有的人是要这么画 就是partialEX over partialZ 就是正的 要等于这边 然后Z分量 没有 这个是零 这个乘这个也是零 所以 从这里 从这个相等 我们看到 有两组织 如果电场是朝Y方向 的话 它的磁场就是朝X方向 这互相垂直的 电场朝X方向 磁场就是朝Y方向 这两组 不相干的 它不影响它 它不影响它 好 我们再看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 法拉第 这个是Ampere Maxwell Equation 因为电源密度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子 也是一样 你把这一边用 迪卡尔坐标的行列是展开 它要等于右边的这个东西 我们照样 跟刚刚一样 把它这个展开 我们发现 X分量 X分量 是这个 这个X分量是这个 等于它 Y分量 这个等于它 Z分量等于零 这里也看到 你看到没有 电场是X的时候 磁场就是Y 电场是Y的时候 Y方向 磁场就是X方向 两个不相干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就发现 以上是假设 一组平面电磁波 电场与磁场的 向量分量 分别是这个 朝Z方向传播 但是它可以有X方向 有Y方向 它也可以有X方向 跟Y方向 结果它满足这两个条件以后 我们就发现 满足这两个条件 你解这个 我们就发现 这两组 有以下的这些特性 就是这个 跟这个 没有Z分量 你看到没有 刚刚看到没有 那式子里头 Z分量等于零 它只有X分量跟Y分量 所以电磁波的 电磁波跟磁场的方向 都跟行径波的方向垂直 所以电磁波是横波 横波就是 它震荡方向 跟传播方向垂直 这里就告诉我们 电磁波是横波 电磁波跟磁波 都是跟行径方向垂直的 第二个 这个没有整理好 有这个式子 你看有X EX就有BY 有EX就有BY 这是两个不同的 刚刚我们导出来 先后起出一个 法拉第定律 后面一个 安培定律跟 Maxwell定律 得出来有这个结果 就算你电磁场是X B磁场一定是Y 显示有一个电磁场 EX跟BY相偶合 EX跟BY 这两个 就是EX跟BY是相偶合的 这个EX在这里 EXBY 这两个 相对应 就是说始终在一起 你一是X的话 X分量 B就是Y分量 始终跟它在一起 另外有一组 就是电磁场是Y分量 B场是X分量 第二场是Y分量 这个是Y分量 也就是说 另外有一组 这也是偶合在一起 不过 这两组 不相干 它不影响它 它不影响它 这个EX 只影响这个BY 它不会影响 这个里头的东西 好 就说这两组 彼此无关 也就是说 这两组 电磁场 跟磁场 不相偶合 就说 它怎么变化 不影响它了 它怎么变化 不影响它了 OK 好 既然这个 写出来的电磁波 有两个这样的 EX 就偶合BY EY就偶合BX 两个 格子独立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选一个好了 我们就选这一组 我不管另外一组了 为了方便其间 我们就选这一组 因为你会解这一组 就会解另外一组 单单选择这一组来看 这个时候的电磁波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向Z方向行进 X方向偏正的电磁波 它的偏正方向 是看电场 电场照X方向 我们就说它是X偏正 电场的方向是Y方向 就是Y偏正 这一组就是X偏正 朝Z方向传播的一组 电磁波 好 你只看这一组 那另外一组呢 我们不看 不看我们就令它等于零好了 等于零好了 那就是因为方针是有它嘛 我们就说 我们设定这两个等于零 那前面那六个方针 十七到二十二 是剩下这两个方针 就是我们解行列式以后 第一个不是有六个石子吗 有三个石子吗 第二个行列式解除人 又有三个吗 三个里面 Z是等于零去到两个了 另外我们把这两个当作零 那只剩下这两个 剩下这两个 好 现在我们就说 你解除电磁波方针 就有这两个结果 那我们把这个石子 对空间 再微分一次 这边就变成 partial平方EX over partial Z平方 这边就变成 负J omega partial BY over partial Z 但是partial BY over partial Z 是等于这个值 是负负得正 它就等于 等于这个 所以电磁波方针 就是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 因为这样 这个很复杂 我们通常看这个 微分方针的 二次方针 线性方针 这个我们都用一个常数 我们令这个常数 整个这个叫做β0平方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石子可以变成这样子 记得β0等于这个 这个牢牢记住 以后还是要用到 那我们知道电场是这个了 食场也是一样 也可以学成这种形态 那么这个二次微分方针的解 我们微分一个解 解这个 这是二次 线性 微分方针 它的解就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一个 就是说它可能是exponential Jp0z也可能是正的 你如果用这个的话 前面的系数就用这个 你如果用这一套 前面的系数就用这个 将来我们知道 等等我们会讲到 以前我们也提过 如果Z这边是负的话 OmegaD减这个 这个是什么 向正方向传播的 如果OmegaD加这一项 那是算负方向传播的 好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它的解释是这个 但你现在还不知道 Epsilon0 电场10plus跟10minus 是什么 你还不知道了 我们说这个 复数可以写成一个 十数项 乘上它的face 这个就是amplitude 这个是它的amplitude 复数amplitude 这个是正伏 这个也可以是它的正伏 正伏的amplitude 这个也一样 可以写成十数的这个 再来称之xponential 这个 我们说 这个坡 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向正Z方向传播的 一个是向负Z方向传播的 因为这个是它的解 这个也是它的解 这个解就是代表电子波向正方向传播 这个解也是它的 是代表向负方向传播 那这两个解都可能 那这两个解都可能啊 现性方程就是说 这个是它的解 这个也是它的解 那这两个这和也是它的解 这就是 这就是E plus EX plus Z 它是代表 这一项 E minus EX minus Z 是代表这个 分别代表 向正Z 以向负Z方向 行进的空间 扶数形态的破函数 扶数形态的破函数 好 这个呢 就是代表正负了 它因为它这个扶数 所以我们分别代表 因为这个是扶数嘛 因为它是扶数嘛 所以这个是扶数嘛 所以代表破函数的 扶正弗 Complex Amplitude 那β0等于这个 我说过你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叫做 破函数的向常数 Face Constant Face Constant 那么这两项呢 你看它有这两项 这两项 它有β 里头有β 对不对 β0就是代表向函数 那么 整个Exponential这个呢 我们称它叫做 Face Factor 叫向因子 这里我希望各位 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弄清楚 你开始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难度 但你把它搞清楚了 那以后就轻松了 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什么东西都是开头比较难 开头一关 你下功夫 冲过去 以后就 很简单了 Ez呢 就是Exz 我们就称为空间函数 的复数形态 的电场 这是代表电场 它是空间函数 它只有空间的坐标 复数形态 的电场 池场也是一样 池场的复数空间形态 解笔场 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 跟前面一样 你把这个B厂 这边电场 把它 用行列式导出来 这个是 你把这个 展开就是这样子 这里头EY EZ 我就认为它等于零了 因为我们只管X偏证 其他我们都不管 电场只有X分裂 Y分裂 Z分裂不是没有 我不看它 那这个就是零了 那你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因为这个是Z的函数 Z的函数 那么它只有 这个 Y component 以及Z component Z component 是Z component 负Z partial EX over partial Y 等一下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只有一个东西 应该只有一项 这一项没有了 这个是零了 对不对 其他都是没有了 这个也是零 没有 这个没有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一项 它要等于 这一边 三项 那么就是这个 要等于 这个 这一项 于是我们就得 partial E X over partial Z 是等于这个 这个值 这项没有 这项 这项是零 因为 EX里头只有Z 它就是零了 我们导出来 是这个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 BY 跟EX 这个关系的话 那BY 就等于 这个值 你把这个 除过去 就变成这个 单位向来 消掉 它就等于 我们知道 到EX了 现在要求 BY 你只把EX 带进来 EX 带到这里 这个 这个微分 对Z微分 它有一个 负J β0 J跟J 约掉了 负负得正 就是 Omega分子 β0 这个拿出来 这个还在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它就是正的 Jβ0 称上这个 J跟J约大 就是负的 这就变成 Exponent 就是正的 Jβ0 好 那么我们把 β0 带进来 β0 是等于 Omega 乘上这个 Omega 约掉 就变成这个 值 好 你也可以把 这个 浮数的 正幅 写成 这个样子 十数 这是它的 向脚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当作是 朝 Z的正方向 传播的 一个破 这个保留 其他这个 都算是 B0 这个加上 因为我们这里 是 B场 所以它是 正方向 跟负方向 不过你的负方向 是等于负的 这个 这就是正方向 传播的 波 实际 这个负方向 传播的 好 Bplus 等于这个 Bplus Bplus 就是这个 你再把这个 写成这样 负数就是这样子 B0 要注意 它这个 值 天生就有一个 负的 它这负号 从哪里来 就是从这个 微分 前面 微分 是个负的 后面 微分 是个正的 所以这两个 就插了一个负号 这要记住 要记住 B0 是正的 B0 正是正的 B0 负是负的 这个 我们就称为 浮述空间 心态的 磁场 浮述空间 心态的磁场 B0 B0